我们在这路边停车了,看发现了什么 在这路上发现了乌龟 哇,那么大 它这边应该是保护洞,乌龟 攻击,会不会攻击人啊 不会,它怎么攻击你 吓尿了 吓尿了 哇,我第一次见的野乌龟那么大 给你往前走一走 在这路上很容易就被压死啊 很容易会被压死的 今天我就住在一壁之里 给他趴往那个方向走的 我就给他弄过去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可以 在这路上发现了乌龟 不过他很慌 他脑子都 在这路边就很多大货车 如果大货车不注意的话 肯定直接就给压死了 现在他还很害怕 哈喽 哈喽 他看到我们叫他给他驴一巴掌 给了他的小驴一棍子 现在在夕阳有点漂亮 我们一辆小面包 大家好我是瘦虹 面包车自驾黄游世界 我们现在已经出阿塞拜疆了 那边就是阿塞拜疆的口岸 我们现在已经出来了 护照也已经盖章了 在前面我们就要进入格鲁吉亚的口岸了 助我们顺利吧 听说格鲁吉亚也是免签 所以我们现在准备进入格鲁吉亚 两人一车 在口岸处是不允许拍视频的 所以我们在中间拍一下 前面应该就是格鲁吉亚的口岸了 我们的车子现在已经顺利入境格鲁吉亚 也不能说是顺利 也是在那弄了很长时间 有一个离谱的事情就是 看一下我们现在来这里 买这辆车子的保险 我上一次入境格鲁吉亚的时候 没有买车辆的保险 他们给我有罚款 然后这一次让我补交 100拉里大概200多块钱 就比较离谱了 所以我补交了 补交了才让我入境 入境之后 现在我们来到这里 买现在这辆车子的保险 上面这个圆形的一个形状 哈喽 我们准备买 这是15天的 30拉里 是吧 30拉里大概是 60多块钱 在入境这个口岸的时候 他在右边有很多货车去排队 不过小车都没有排队 直接插过去了 然后在这边 就有换钱的地方 下面写着一个汇率 办卡 还在等待 办好了 办好了 电话卡再找一下 电话卡不在这附近办了 不在这附近 对 去城市吧 看到晚上说 在这附近办电话卡比较贵 所以我们不准备在这办了 准备去城市里面去办 还有就是 我们在入境的时候 也差一点 不让我们进 差点被遣返 有一个人特别的凶 让我们 go to 阿泰克江 让我们又回去 我们把车停在那旁边 小冯说 My Hi My Friend 然后他说什么 I don't 不是 就是说 他那个意思就是 我不是你的朋友 然后go back 让我 给我摆着手 说go back go back 让我赶紧走 这是我们的一个车辆保险 是30拉里 15天的 它这上面写的是什么 格鲁加鱼吗 应该是 是格鲁加语 还有他这个口岸的工作人员也很不一样 他们都会说英语 是吧 而且都是说的英语 我们在入境 阿塞白京的时候 两个口岸基本上都不说英语 在这里他们是说英语的 也比较好一点 我们起码会一点点 而且他还问 问他他先问会不会英语 然后接着又问我会不会俄语 Russia 英国 他还有格鲁加 他们这边的海关人员应该会三种语言 哦 已经进入新的国家了 把后面这个 巴库和库巴 擦掉 这里进入格鲁加 这是我们环球自驾的第三个国家 地比利斯了 在城市这边没有找到停车的地方 就停在这路边了 看到他们这路边停的也都是车 我们来一个国家 第一个人物就是先办电话卡 我们在入境口岸之前 就把所有的钱都换成拉里了 这边一拉里等于2.5人民币大概 然后现在我们身上也没有美元 也没有其他国家钱 只有拉里了 去办电话卡看一下 留下流量费用是怎么样的 在网上看到是这个图标 然后导航的是这个 麦格泰 COM 导航这里来看一下电话卡 应该是直接在这里取号 取号等待办理 看一下 他这个房间特别的空 什么也没有 只有一千台 我们之前在阿塔拜江都没有办电话卡 都是用的国际漫游 不过阿塔拜江的电话卡是比较贵的 所以我们本没办 然后再听说 哥鲁加电话卡是比较便宜的 我们准备来办哥鲁加电话卡 我们在这里开始办卡了 但是交流还是有问题 翻了一张七天是吧 对七天 他们的无限量的流量卡 然后我们办了两张 回来方便吧 看一下他这边网好不好使 看一下这边什么 这应该是泡茶的东西 还有很多勺子叉子 数项 销数项 电器 电器线 各种线 开着一辆车 车里面塞的满满的 我们现在找了一个地方 停车休息 天色不早了 很晚了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来到哪个位置啊 这是在一个山顶 半山腰上 在这里可以浮览整个 地比利斯城区 看一下 那个是地比利斯比较有名的热气球 气球 还有标志性建筑 还有标志性建筑 这边大教堂 那个传说中镀金的大教堂 整个城区啊 我们站在这个位置 怎么样 漂亮 这个风景 真的漂亮 今天晚上就在这里露营休息了 然后明天开始去做做攻略 明天开始一个一个逛那些打卡点 打卡点和地比利斯 检查手刹拉好吗 拉到最顶了 最顶了 已经拉不上去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